第四集 周瑜谋荆州 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句邪后语出自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时 荆州地处西川与东吴之间 是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当初 刘备窘迫时向东吴借荆州以其身 修养势力 后稍有恢复 东吴便再三索要荆州 刘备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唯一立足之地放弃掉 以便各种理由再三推脱 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十分气恼 便想用计取回荆州 一天 听得刘备夫人心丧 周瑜顿时心生一计 对东吴大将鲁肃说 哎 我有计策了 必使刘备老老实实地把荆州交回来 鲁肃问 哎 什么计 刘备丧妻 必将续取 我知主公有一妹妹 刚五英侯 可贾借以昭叙为名 骗刘备来东吴成婚 一旦他来 则求入牢时 再派人去讨荆州以换刘备 他们必然交还荆州 之后 放与不放 杀与不杀 不全凭我们随便处置了吗 鲁肃觉得这个计策甚好 表示赞同 便对东吴之主 孙权说了此计 孙权也同意了 于是派大臣吕范到荆州去做煤 诸葛亮识破了周瑜的计谋 把赵云找来给他安排了任务 又教授他到了东吴该如何应对 等刘备带着赵云到了吴国境地 他们按照诸葛亮的计谋 先去拜访了周瑜的岳父 乔国老 将自己即将与孙公主结亲的事告知 乔国老听了去找了孙权的母亲吴国泰 说动了吴国泰在甘露寺与刘备见面 吴国泰与孙权说好 自己要先见见刘备 若是刘备不忠他的意 就听凭孙权处置 但吴国泰真看中了刘备 那就把女儿真嫁给他 孙权无奈答应 但预先在会见地点埋下了刀斧手 一旦国泰不满意刘备 马上拿下刘备 不料第二天在甘露寺 吴国泰一见相貌堂堂 打扮齐整的刘备 就喜欢得很 对乔国老赞叹 哎哟 这真是配做我女婿的人啊 紧接着 国泰就为刘备与自己的女儿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周瑜闻听此事 懊恼不已 他又心生一计 要孙权软禁刘备于宫中 提供锦衣美食 音乐歌女 企图软化刘备的志向 让他贪恋享乐 不思回荆州 然后再四级挑拨 他与观章二人的关系 疏远他与诸葛亮的情感 最后再用计夺回荆州 赵云见状 甚忧虑 他按照诸葛亮的计谋 装出一副极丛丛的样子 来到正听着歌舞的刘备面前 主公 今早接孔明来报 曹操起精兵五十万 杀奔荆州而来 军情十分紧急 请主公马上回荆州 孙夫人得知内情后 便果断地说 大丈夫立誓 不可只顾儿女慈情 妾已是夫君的人了 你无论到何处 我都跟你去 刘备很高兴 夫妻二人于是商定 以到江边祭祖为名 离开吴境 遣回荆州 于是到了元旦 刘备夫妻二人 给吴国泰拜年 借口到江边祭祖 带着五百士兵 瞒着孙权 悄悄地向长江岸边 警发 第二天 孙权得知刘备走脱 盲派将领率兵去追 周瑜唯恐刘备逃跑 也一直派兵在碧京之路防守 但在赵云的护送下 一路惊险 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 胡亭后面追杀兵又骑 正惊慌失措 江岸卢尾丛中 摇出了二十多只船来 原来啊 竟是诸葛亮专后在此 接刘备回荆州的 周瑜从此就被人嘲笑 周郎妙计安天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句邪后语现在用来比喻 想占便宜 反而受到了双重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